不放过每一个小思考 让我们与问号狭路相逢 今天的治愈能量卡牌 你准备好了吗 你好 我是易阳千禧 旅行就是去到想去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随意闲逛 吃点当地小吃什么的 有些地方可能你一辈子 只能和它偶遇一次 留下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文字 可以记录下旅行时候的感受 这些也都是你和这个地方特有的记忆 但是如果用音频来写旅行日记的话 感觉挺不一样的 不然这一回 干脆和你说一次比较特别的旅行吧 有一次我和胖虎还有几个朋友 开着一辆红色的皮卡去了内蒙 当时想象的画面是 开着一辆很酷的皮卡 窗外是望不到边的大草原 风吹草地陷牛羊 如果可以 再来份考全羊尝尝 到了晚上 躺在帐篷里或者皮卡车的后斗里 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 吹吹风聊聊天 一切都想象的特别好 后来找了一个假期 我们先打电话给胖虎 问他 想不想开那种大皮卡 但他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就啊了一声 我就直接和他说 我决定租一辆那种大皮卡 咱们出去玩 或许是当时季节不太对 可能也是为了避开人群 只能去飞景区的地方 总之当时的草是秃的 而且搭帐篷太难了 最后都交给了胖虎 晚上虽然动脑不行 但看到满天的繁星特别美 感觉也值了 后来我们离开草原 往山里开的时候 遇到一个特别简陋的儿童乐园 里面有个特别大的滑梯 很多当地的小孩在里面玩 我就提一下车一起去玩 朋友们刚开始都觉得有点幼稚 但后来还是加入了 后来我们玩得都挺开心的 还记得那段旅程的路上 我裹着毯子 躺在温度不足十度的皮卡厚斗里 感觉风就在耳边呼啸过去 路上的风景特别快地在后退 但一抬头 感觉云又是悠悠地在飘着 就感觉特别好 或许每一段旅程都会有一点遗憾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路的风景都很好 你在旅行中遇到过什么奇妙的事情吗 或者一段特殊的经历 遗憾的事情 都留言告诉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